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执,我执,很坚固 就这么做下去就好了 第一做下去,第二还是在日常生活决照你的其行动 我,我的我执 以多宽容 自卑这些,多培养这些 因为你立趟的时候,有意破我执 所以我就在想,是决照到吗? 其实决照还是需要对峙 你有时候是无意的,你想起啥随便说 其实你是没心的,但是你无心的时候 你是否看到了周围人他们的接受 这个才是你要问题 我们不是说我们无心就是全是对的 而我是随便说的,我没有在意 但是他在你无心说出来的东西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这是你的问题 这是你在每句话里边已经刻意的有了我 就写的苛刻了,或者是什么 我是举个例子,不代表我 但是你在说话的时候,首先考虑到别人的角色 第一年,我这句话说出去,他会不会伤心 这个也是,就是平时做事的时候,说话的时候 我这节识做了,对方是什么他也想 你多这样想,这一刻就把你自己就破开 你这样子反而一段时间以后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头脑里边那个我就是更生蒂固的 就是神经系统的东西 那个我很执着的,它只能处理它破 没有利他的行为,你是破不掉那个,你都察觉不到他在里 你这样去多考虑别人的角色,多考虑别人的角色 你慢慢你这块就放松了,知道吧 你大脑就会放松 因为别人在痛苦的时候,即使你有时候说错了 别人已经开始痛苦了 你也不是心揪得紧紧的,因为跟你都没关系 所以更容易反省,更容易改变 就像盛大哥说母亲病了,那跟他的心,他的脸又血缘嘛 他这个要放下不容易 但是你那个,假如说伤害到对方了 你虽然察觉到,因为你不是很心痛嘛 那样你改起来比较好一点,就快 这样只要觉到这个,那个我直就慢慢收你 你知道那个我直很根深蒂固的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我直的东西嘛 他最后要全部连神经系统所有打 最后最后一点点转别过来 我觉得利他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 就是行菩萨当,没有其他办法能破掉这个 修正是一个方便,修定理禅定 增加你的承受力,人辱啊 不失之间人辱,精进禅定,都可以 等待下了 这段来的房子 听哟 第一次听哟 还有结婚的精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